加拿大華裔的女大學生林可兒 她在塞歇爾酒店被謀殺了 但是呢整個案情的過程呢 我們發現到有許許多多的懸疑點 目前呢LAPD他們整個偵辦的過程當中呢 其實也陷入了一個膠著的狀態 我們注意一下這個案情從人被找到在水塔裡面 從這個再來就是驗屍 可是呢LAPD到目前驗屍的結果 仍然沒有辦法公佈來告訴大家 這就是最古怪最蹊蹺的地方 為什麼這個案子到現在為止 都沒有辦法已經這麼多天了 給我們一點比較明確的答案吧 但是問題出在哪裡 問題應該是出在水塔裡面 所以我們現在就一起到水塔 我們去一起針對這個當時案情的水塔 來做一個研究 看看究竟水塔從這個整個氣勢的過程當中 還有包含了水塔是如何進入 這都是一些關鍵的一些問號 沒錯 我們現在就先來到我們公司屋頂的水塔 為什麼要來到這個水塔 因為最重要就是這個樓梯了 因為這個樓梯跟賽希爾酒店屋頂上水塔的樓梯 是完全一模一樣 而且高度也是達到三公尺 沒錯沒錯沒錯 今天發生了水塔命案 怎麼樣才能夠把一個人放進這個水塔裡面 不外出是三種可能 第一種就是他殺 對不對 殺了把他丟進去 第二種就是他自己爬上去的 他是自殺 那可是落成警方一直講了一句非常奇怪的話 要仔細聽喔 叫做 It's a very strange strange accident 就是意思就是說 這是一個非常非常奇怪的意外 也有解釋 落成警方說非常非常奇怪 這是以他們現在的激震來研判 所以他們認為說 他很可能是失足溺水意外死亡的 什麼會這麼奇怪的案子 因為如果照這樣子講的話 那這是第三種可能對不對 可是我們還是要推回來 如果你今天是不是生前或死後落水 其實你第二天就可以公佈了 對 因為你如果是生前落水的話 那你肺部跟胃一定會有大量的積水 對不對 如果你是死後的話 就不會再積水了 因為你的器官都已經停止運作了 好 講到這邊的話 看看這個水塔 這個水塔雖然不是圓桶型的 但是說實話 跟落成賽希爾酒店 那個水塔其實高度是接近的 也就是相當於八尺的高度 對 那我們就 八尺的高度 然後現在立剛 你現在就看看你怎麼上去 好 我現在如果手上拿著白紙 我要上去我只能一隻手抓住 但是看看這個樓梯垂直的 所以我這樣子抓 我即使抓高一點點 我走個兩步完之後糟了 我的手沒有地方再抓了 完全沒有角度 沒角度那怎麼辦呢 我要上去 我非得要把這個紙收掉 你要收起來 我收起來之後 兩手空空 兩手空空我才能夠往上爬 你自己都能夠上得去喔 對不對 但有一點 等一下 林可兒怎麼上去 他怎麼上去 他除非他像我一樣 兩隻手自己往上走 那還有可能耶 這個是在解釋是在塌殺 也就是說林可兒已經死掉 要被兇手棄屍的時候 那如果我是林可兒 搭在立剛的身上 糟了 我抓著你 我還是上不去啊 你怎麼上得去 因為我一隻手抓住你啊 你完全喪失你的重點 所以除非我用繩子把你綁在我身上 對 那才有這個可能扛到水塔上面去 沒錯 要這樣上去 要費九牛二虎之力 根本是吃人說夢 沒有關係 立剛我們先上去 好 從上面來看看 好我們現在直接上來到水塔頂端 來看看這水塔的入口 到了水塔上面之後呢 我們看到整個水塔是居高零下 可是從上來呢 我們就可以看到 像華乾他上來就非常的辛苦 一個人走都已經這麼辛苦 何況是林可兒 他如果說是被兇嫌扛著上來的話 那兇嫌要爬上來 可更要費九牛二虎之力了 來到水塔頂上 看看這水塔的孔蓋 只有這麼大的一個孔蓋喔 蓋子並不大 但是水塔呢 在賽西爾酒店屋頂上的水塔 他並沒有鎖 所以可以這樣子輕易的 就把水塔的蓋子打開了 這個水塔的孔 比這個孔大多了 可以容納兩個人進去 可是這個水塔的孔 根本容納不了一個人 很瘦弱的人 都要進不去 要用硬塞的 而且它掉下去的時候 它是以頭下腳上的姿態 頭下腳上 頭下腳上 這意味著一件事情 對被推下去的 推下去有可能 沒錯 因為如果自己跳下去 你絕對不可能是頭下腳上的 你如果自己跳下去 一定是腳在下 頭在上 因為我要抓著兩邊 我才能往下跳啊 對 所以最後我落下去的時候 一定是腳 頭上腳下呢 沒錯 可是警方也不排除說 在物理學上 也有可能因為被水流的什麼 水流的 因為你知道水塔要放水的時候 會有吸力 它可能身體移位啊 是不是 好 這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這個不能夠認定 是自殺 還是他殺 是沒有辦法認定的 OK 好 那但是呢 它的衣服呢 對 全身赤裸 完全沒有任何一件衣服 在水塔裡面 靈殼的衣服到哪裡去了 那好 如果說它是穿著衣服 掉下去 被吸力 水的吸力 衣服不見了 爛掉了 但是 吸走了 一般在水塔的這種供自來水的集水系統來說 水流速度並沒有那麼快 會把它衣服全部吸走啊 你的管線之中也會有殘骸 還有管線本身的寬度也沒有寬到 可以把衣服全部塞進去啊 哦 那就是另外一種可能 它根本就是在赤裸的情況之下 被推進水塔裡面 哦 赤裸的情形之下 到水塔裡面 到水塔裡面 如果在赤裸的情形到水塔裡面 為什麼水塔旁邊 沒有看到任何的激震呢 所以這些都是說不通的 都是說不通的 因為最主要呢 在於林可兒怎麼上到水塔上面 而林可兒又怎麼進入水塔 這些部分呢 使得LAPD他們在整個偵辦的過程當中 沒有辦法去解釋這些無法解開的謎呢 但是說到無法解開的謎 美國有許多的房子 還真的有許許多多無法解開的謎啊 對 在好萊塢有一個很有名的飯店 叫做羅斯福飯店 Rosevelt Hotel 它在二戰期間是很多好萊塢巨星很愛下榻入住的飯店 就是畫面中你看到這個歷史悠久 我來講幾個有名的 亂世佳人的男主叫克拉克蓋博 他呢當初呢再婚娶了卡羅蘭巴這個女星 這個女星長得非常的漂亮 當時他們的新婚之夜就在這棟酒店的頂樓套房 結果呢他們兩個人非常相愛 但沒多久卡羅蘭巴死於空難 沒多久啊 很多人啊來這間套房 這就是卡羅蘭巴 來這間套房朝聖來住一下過過癮 竟然在裡頭就看到卡羅蘭巴的歉癮 因為他捨不得走啊 你曉得很多超自然力量之所以會存在 就是因為死去的人不知道自己死了 他還留念在那個酒店裡面 他還愛著克拉克蓋博 他想要回來 這就是會看到卡羅蘭巴的原因 再來呢 剛剛我們看到了馬力聯夢露 因為他也曾入住這 他住的是229號卡巴納套房 剛好正對著這個飯店的游泳池 那我們曉得他也是香蕭玉雲 早死36歲死於吃安眠藥 結果呢很多人也是來這朝聖 發現卡巴納套房裡頭夢露最愛用的那個鏡子 後來被飯店拿來這個展示 但是有很多人去看這個鏡子的時候 一起初會先聞到一股香味香水味 沒多久就看到夢露的歉癮飄在鏡子的附近 在鏡子裡面夢露的歉癮出現 對 那如果具有更特別體質的人呢 他甚至會在 你看 觀眾朋友你看 就這個鏡子 直接在裡頭看到了誰 看到夢露 看到夢露會出現在鏡子裡面 對 好 另外還有一個 當年也是很有名很帥的一個好萊塢明星 叫做蒙哥瑪莉克里夫 他圈內說他太帥了 還說他應該可能會早死 因為他太帥讓很多男人混不下去 沒想到他在拍亂世中魂這部電影的時候 也在這個酒店的928套房 常常在那裡來回舵步被劇本 甚至呢劇中因為要吹小號吹喇叭 他也會在那裡吹 後來這個克里夫呢他真的早死死於心臟病 但是他的這個靈體並沒有散去 有人說住在酒樓那附近 常常會聽到有人來回舵步被劇本 甚至吹喇叭 好 除了這個Rosfer Hot Tail非常有名 但是這有名是有名在這些靈體都是大明星啊 不過我現在講另外一個叫做惠利屋 惠利屋就是畫面中你剛剛所看到的這個 是被美國Time雜誌列為全美國十大超自然屋 惠利屋的歷史是這樣子 在1852年的時候呢 這一棟屋子曾經是執行死刑的地方 是個刑場 對 是個刑場 曾經有一個小偷他叫做吉姆 他就被吊死在這兒 吊死在這兒後來沒多久 所幸這個地方就被當成死刑犯的體質間 夠贏了吧 夠 好 後來呢 有一個叫惠利家族的人呢 就把這個屋子給買下來 但沒有想到買下來之後 沒多久進去 他家族人 家族裡面的人 就一個一個的死去 而且啊 據屋主惠利先生他描述 他說當時他們進去屋子還在施工期間 就可以看到那個死刑犯吉姆 在他們的施工現場走來走去 來回舵步 有時候怕你沒看到他 還故意很大聲地走 還有呢 他們會聞到怪的味道 還有看到怪的煙霧 窗戶會自己打開 家具會亂飛 最恐怖的是他跟他妻子曾經還看過 有奇怪的影子在牆壁上倒著走 好 後來也被拍成了電影 就是剛剛畫面中你所看到的 叫做鬼屋驚魂 所以你就會發現呢 這些東西呢 其實都來自於死去的人 要嘛有怨念 我剛才講死刑犯吉姆 要嘛呢 不曉得自己死了 要嘛就捨不得走 而成為了一個 悠悠蕩蕩的靈體 靈體飄蕩在這飯店當中 靈體飄蕩在這屋子當中 他的心裡一定是有所牽掛 所以呢 才會留在這屋子 TIME雜誌呢 列了美國有十大這個鬼屋地點 可是在中國大陸 有沒有呢 有 其中有一個叫做金鹿大酒店 這個酒店的位置啊 是在廣西的賀州 張律師 您好像去過那個地方喔 對對對 我要說的是說齁 這個靈界裡面有好的有不好的 那我們怎麼去理解這個呢 譬如說 這個靈界人可以區分在這個 一般講的是鬼魂 可是鬼魂之外 還有所謂佛魔神妖怪的五種力量 那這個佛魔相對等 那神妖怪是另外一部分 那我們把神妖怪呢 在基督教講說精靈 那也是所謂的三妖水怪 那尊稱為修煉者 所以說我們在台灣也碰過一些靈界的朋友 他們能夠修煉成精靈的 有蠶廚叫廚爺 有老鼠叫鼠狼 然後蛇呢 蛇雞 貓呢 貓精呢叫貓菇 這是在水底寮 仿寮的地方 曾經超度過 度化的靈界的朋友 那我要講 像前一天 前一天講的這個部分 是有不好的力量的 但也有好的力量 譬如說 我在2001年的春天 來到了這個所謂賀州 廣西賀州的一個地級市裡面的一個酒店 叫金露大酒店 到酒店已經很晚了 吃完飯呢 準備睡覺了 可是那時候想說 還早開了電視 結果我的師姐 同行的師姐說 奇怪 他就愣住了沒有動 我說奇怪 他怎麼了 他說有一個人頭 在電視機的下方木櫃上 我說沒有我沒看到啊 他說是有個清湯畫面 浮現在那個上面 我說真的 你不要嚇我好不好 可是我到那個酒店的時候 我就覺得很怪 因為窗外呢 是棵大樹 這個酒店你看 大概有七層樓 那棵樹大概有六層樓高 那天我住在五樓 窗外就是這棵大樹 我覺得那樹隱隱有一種靈氣 不一樣的 可是好壞我分不出來 可是師姐看到一個女孩子 一個清湯畫面的一個少女 那結果他開始寫 他的通靈開始寫詩 他寫了這樣的一句詩 他說文化革命 毀思想 批鬥自我 富鄉搶 倫常顛倒五里綱 全岸世界 龍四方 然後揚情斷孔 詩主張 大場浩劫 洗成幫 殺害亂起皆豺狼 二世曼月滅善良 那他講說 他叫做林碧珠 是1960年的時候 因為父母親被殺死了 被列為黑五烈 然後被批鬥而枉生 那他呢 死了雙親之後 他很痛苦 所以他就怎麼呢 他在這棵樹上吊而身亡 那死後呢 那時候才19歲 所以他獻出來 是他當時的形象 那他說呢 他留在那裡之後 他附在這個樹上修煉 那所以呢 他也幫忙發善心 幫忙這裡附近的百姓 解決他們的困難 那我覺得通靈之後 我覺得我要求證 到真的是這事情嗎 隔天一早 我就跑到櫃台去問 櫃台的小姐 問他說 我說同志 我請教你 你們這棵樹 為什麼沒有砍掉 街上的樹都砍了 為什麼這棵樹留下來 他說這樹有沒有什麼奇怪的地方 他說你怎麼問這個問題呢 我說樹有沒有什麼奇怪的靈異或奇蹟 他說真的 他說鄉裡面的人 有些老太婆 常常看到這樹裡面 有個少女走出來 走進去 所以呢 他們也會有人來拜拜這棵樹 然後所求呢 常常也很靈驗 他說 就是證明了說 這樹裡面也有依著樹的這個女鬼 可是他修煉變成樹神之後 他是善心的保佑地方 而不是造孽的 不是危害 像林可兒的案子一樣 所以這也有善的力量 在存在的情況 說到一些臨界超自然的一些現象 其實大家想一想 在七年前的時候呢 花蓮的吉安鄉 發生了一件無子虐殺的命案 而這件命案呢 到目前來說的話 其實大家仍然保持了一個問號 因為最主要呢 兇嫌對於整個案情的 案發的過程當中來說呢 其實有許多的超自然存在啊 我們先看這張照片 這一張照片的屋主 叫做劉志晴 劉志晴是什麼人 如果電視界都瞭解 他是一個特約攝影 他特約攝影呢 他就喜歡把袋子去賣給別人 所以就是說他拍到一些什麼新聞畫面 他賣給電視台 對 然後他五名子女是兩大三小 然後各位可以看那個屋 然後他們都死在什麼地方 全部都死在浴室 然後居然是自己父母親下的手 當然細節我們不講 但是我們可以說的是說 這裡面有很多的跡象 到了今天沒有辦法釐清 第一父母為什麼要殺自己的子女 第二個他還有很多 像包含做一些套頭 然後這個尼龍線怎麼綁 全部都是一種宗教儀式 就是非常奇怪 還有一個在客廳的大廳裡面 他一張千元大鈔上面 寫著求救訊息 等一下 你說這個案情發生當中 客廳的一張千元大鈔 竟然寫了求救的訊息 這有點懸疑了 這個是密室 但是這個是密室 這種求救的訊息 就是如同一個死刑犯 被槍決的時候 為什麼他要在 在他的鞋子底下會拿兩張 現在是八百元 過去就是兩百元 兩百元的那個百元大鈔 要放在鞋子底下 所以他們認為這個應該是一個宗教的儀式 然而命案發生七年 他的父母親到現在我們通通都找不到 為什麼找不到呢 很簡單 第一個 他順著花東公路走 他的車子被排到牢 然後他又到超商去買東西 然後又到了車站 從車站以後 截至目前為止 他夫妻兩個人間蒸發 父母親到了今天都找不到 然而記者去採訪的時候 至少有四個怪異的現象 到了今天解釋不清楚 一個 就是說有一些採訪記者 不小心拍到了死者的畫面 結果呢 當天晚上回家的過程就出車禍 那第二個 就是就有一家電視台 就是偷偷進入了封鎖區 到達那個地方他拍的時候 可是他在撿那個袋子的時候 就一直是咔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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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聲音 結果弄得沒有辦法去求了一張符來 結果袋子才順利撿出來 這個是第二個 那第三個 我的朋友說 因為我的一個朋友 就住在他們家的隔壁的隔壁 在花蓮集安鄉 他也是一個電視圈很有名的製作人 他就講 他說從這個地方 當他發生了這些事情以後 集安鄉那個附近的狗都沒有了 集安鄉附近的狗都沒有了 狗都不見了 對 本來半夜三更都會叫 但案發以後沒有了 這是第三個 所以到了今天 大家還是拆透不出 那現在呢 那這棟屋子呢 是經過了別人的勸說 把它改成神壇說去超渡這五個小孩 然而他縱然他改成神壇以後 警察截至目前為止 都沒有看到 夫妻兩個的出現 我們注意到這整個案情的過程當中 父母親居然可能是兇嫌 可是父母親卻居然下落不明了 但是我們注意這張照片上面 張律師也在其中 因為張律師 他有親身去參與這個案件 張律師 您就要來親身說法一下 在整個花蓮集安鄉的五子命案當中 有什麼懸疑點 這個案子算是台灣的奇案之一 為什麼 當時在案發之後 是 我推測是9月5號發生的 然後9月9號 9月9號見報 那見報之後 我就在很快的時間去趕去現場 去看整個過程 因為我希望去研究這裡面的靈異現象 特別是洪若潭先生 那時候已經超渡他了 所以他的通靈說 他對於劉志勤家裡的這個命案 他覺得很愧疚 他受到 他認為劉志勤是受到他的啟發跟影響 為什麼呢 因為洪若潭先生跟他太太兩個人 共同死在魂化爐 那小孩子失蹤 以我的理解 小孩子沒有死 可是那個現場看起來 是小孩子跟家人全死的這個滅門慘案 可是呢 對於這個劉志勤來講 他剛好是做一個相反 A加B等於1的相反 劉志勤 他們夫妤搞神秘失蹤 而且搞密室殺人 可是他的小孩呢 死在現場 而且死狀奇慘無比對不對 那我們就想說 到底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那洪若潭先生跟我講 他從靈界跟我講說 他希望我超渡他們幾個小孩 他覺得他孩子蠻可憐的 所以我就當天 在14號那天就連夜趕去現場 那時候趕到殯儀館去的時候 那去的時候就是說已經暗了 那所以沒辦法做什麼動作 那隔天我就去那裡 用挖杯的方式去求證 那可是就問題在於說 在那一天晚上 我們在聖安宮住宿的那個晚上 在102這個殘房住宿的時候 發生一個很奇怪的事情 有個師妹呢 夢到一隻蜘蛛 很大的蜘蛛呢 在夢中呢 他扑面而來 那蜘蛛全身是黑色的 長得金毛 那另外一個師姐呢 他夢到什麼 就是說 他說半夢半醒間 他看到個小孩子 穿著短褲在拍著皮球 在房間裡面拍 可是我們那時候已經睡著了 可是他是這樣子 看到那小孩子在拍球 孩子一直問他說 阿姨阿姨 為什麼媽媽要對我們下藥 我不知道為什麼媽媽 要弄藥給我們吃 他不斷地問這個問題 那時候我想說奇怪 他為什麼問這個問題呢 所以隔天的時候 我就根據這個得到的訊息 去分析 去瞭解 去拔杯 所以當時那天呢 拔杯的情況就是 去用拔杯的方式 去瞭解到底什麼樣的現象 那結果呢 我那時候的推敲 就是說問他說 先第一個要掉魂 把小孩子掉到現場來 那我們知道 有遺骸的地方就是有生魂 可是他的絕魂 應該在命案的現場 所以必須靠先佛的力量 把他的絕魂 要歸於排位的絕魂 掉到現場來 掉現場來之後呢 再要下去拔杯 要問連續三個聖杯 確認他的絕魂已經到了現場 好再問他 比如說我那時候設定的問題裡面 問他說好你孩子到了 然後問他說 你爸爸是不是受到外力的影響 才被迫對你們痛下毒手 如果是的話 連續二聖杯 那真的出二聖杯 那結果問他說 那是不是媽媽下的藥 爸爸下的手 又是聖杯 而且確實都是連二聖杯 破除豁然率 那結果下面更妙的問題就是說 好 那現在爸媽還活著嗎 答案是 是肯定的 是活著 所以父母親還活著 所以很確實的答案就是說 在案發才不到一個禮拜 就確認說是媽媽下的藥 爸爸下的手 後來我跟偵辦的那個刑警 也討論過 那答案 那目前來講 確實是這樣 那到底他爸媽失蹤後 到現在結果如何 下落如何呢 我去求證的結果 在聖安宮去拔杯 在城隆廟問的結果是 一死一活 可是誰死誰活 不知道 可是後來呢 到了聖安宮拔杯的時候 很確實的問出來是什麼 這聖杯 你看聖安宮的頂樓拔杯 一杯是 這一杯是聖杯 而且聖杯這一杯 是爸爸媽媽死爸爸活著 但是他在夾縫中求生存 你看這杯子夾在夾腳裡面 所以目前的答案應該是 爸爸這個兇手已經還在 還在徘徊 還在痛苦自責 那為什麼受這麼慘的報應呢 是有個蜘蛛精來加助他們的意識 因為爸爸有躁鬱症 讓他下這麼堵的毒手 發生這個滅門的命案 可是呢 這是他們累世的夜暴 為什麼呢 他們過去是土匪 所以這聲音他們呢 要受到媚門斷種的詛咒的這個罪報 那報應的過程中 就這樣折磨他們自己 那孩子我們已經度化了 所以呢他們將來呢 就不會有這個苦楚 這是洪若潭先生的寄望 那最好玩的事情是 耿局長去做了 做了七天嘛 他做了兩個夢 一個是在水泥地打洞 一個是夢到他像 這個Michael Jordan一樣 去飛天灌籃 那這個夢 他認為沒有意義 我認為有意義 意義是什麼呢 就是說 第一個要破這個案 答案已經出現了 如果要從科學在破案 那要再知道靈體的這個託夢的話 這是異想天開 那破案也不可能 因為事案子已經破了 經過張律師的分析 這花蓮吉安鄉的滅門選案 我們大概已經抽出了一些蛛絲馬跡了 但日本啊 最近它有一個企業文化不太一樣喔 你看到這個企業啊 其實它這個企業的效率 比日本的政府辦事效率還要再更高耶 這個企業你看他們的制服不錯吧 筆挺的西裝對不對 絲紋的領帶 有的人呢 還手拿公式包 戴個黑框眼鏡 對這些 你看 這企業 光是從制服看起來 這企業就很有效率 而且我聽說 這個企業 比日本警方的辦案效率還要再更高耶 對 而且他們呢 胸口啊 的這個識別證 還有他的名片 還有自己的大頭照耶 你看 我都不怕你知道我是誰 你看他多麼的光明磊落 真的是企業嗎 這真的是什麼 不是企業嗎 最大的企業 他們就是三口主啦 他們就是日本口中所講的指定暴力團 而且是日本的第一大黑幫組織 連國外的電視台都要專訪的一個黑幫組織耶 對好 那你剛剛看了這些畫面 你可能會很訝異 什麼日本的黑幫分子 這個就是他們的老大 那時候應該我沒有記錯 這是應該剛出獄的時候 浩浩蕩蕩一群人去迎接他 你看他的衣服多講究 戴著那個有沒有紳士帽 戴著一個黑框眼鏡 穿著一個大衣 即使那天還蠻熱的 可是他很注重他的衣著 好我們來講一下 山口主他這個到底怎麼回事 其實你會發現除了衣服講究之外 他們在日本國內遭受到重大災難的時候 他們也往往會第一個挺身而出 這麼厲害 比方說1995年的板神大地震 當時他們就是出錢出力 另外最近的兩年多前的 311 對當時這個福島大地震之後 他們立刻從東京還有神戶 神戶他們的大本營 立刻運用了將近50萬美金的物資 送到了東北地方 所以你就會發現說 其實山口主他們在黑道的所謂的邦歸裡頭 還有一種感覺像是那種季若福寢的感覺 好再來我們來看一下 他裡面的講到邦歸 就要講他們的一些制度 他為了一下能夠留下一些 他們所稱的人才或精英 你看獎學金制度 還有獎學金 叫做黑色豪門企業 湯普斯演的 他是個黑幫的律師 你知道黑幫怎麼吸收那些人才嗎 他讓你娶妻生子買屋買車 小孩你有好學校拿獎學金 你就知道這個是黑幫組織動的 這個嚴謹的地方 好另外你剛剛講到了 有時候這個地區突然發生了什麼 發生了刑案 就警察都還沒有辦法了解全貌的時候 幫派的這個阿尼基就把這個嫌犯抓到 來我把嫌犯帶到了 這麼快就抓到人了 幫規處理架法事後 你就知道說他們還甚至有時候會有維持地方上治安的一股力量 但是也不要被我這樣講著講著 你們就覺得好像黑幫已經被神化了 千萬不要誤會 我先跟各位講 日本是全世界唯一可以讓這種黑社會組織合法成立的 光是日本就有22個我剛才講的指定暴力團 講白話一點就黑道 好 鼎盛時期有20萬人 你知道山口組就有多少人嗎 7萬多人 那他們的這個收入來源是什麼呢 當然表面上來講他們 比方說山口組的總部就有一塊牌子 這個牌子上面寫的三句話 第一個不用同工 符合勞基法 符合勞基法 第三句話很環保耶 他說不可以亂丟煙頭 不可以亂丟煙頭 小地方都注意到 我想說這個怎麼會寫在班規的第三條也是蠻怪的 好 那我剛才講 千萬不要被我這樣講 好像以為他們就是全部都大好人 沒有 根據美國FBI以及財務部的統計 發現其實山口組每年大概靠什麼 販毒 剛才不是說不能販毒嗎 奇怪不販毒嗎 有時候可能是說說而已 漂白的說法 台面上跟台面下 你看看是要看台面上跟台面下 販毒 軍火 人口販賣 等一下 連軍火都在賣 賣營 賭博 什麼都有 全包了嘛 你知道這樣子一年山口組賺多少錢嗎 美國的統計是數十億美金 折台幣就是上千億 這麼多 結果有人就講 做事有分台面上跟台面下 其實統計數字也有台面上台面下 他們說台面下全日本黑幫 可能會創造出一千億美元的產值 折台幣是好幾兆 你就會說發現 我們的年度預算 你就會發現 其實有些東西是表面而已 表面上看起來 鼻挺絲紋 好像是大善人 其實骨子裡還是有一些人 在從事一些違法犯計的事 這個山口組的起源 其實最早的時候 只有五十個碼頭工人 從五十個碼頭工人 變成了有七萬人 山口組的一代目叫山口村吉 他的歷史地位就相當於 我們所知道的竹聯邦的陳其禮 這個幫派其實在日本會被 跟其他十幾個幫派 被能夠正式地承認的話 認為他們是合法的 並沒有像我們這樣子 完全不能夠在台面上的原因是 他有相當的歷史背景的 好 我們回溯到1906年 這一年 日本在日俄戰爭之中 打敗俄國波羅的海艦隊大勝 大勝並沒有對日本帶來經濟的復甦 反而更加蕭條 這個時候有個叫山口村吉的年輕人 到了神戶港 當什麼 當倉橋組的小工頭 他是一個小工頭出身 就是港口的碼頭工人 其實陶海人的那種草莽性格 完全在這種小組織裡面顯現出來了 1912年 也就是六年之後 他被升任為大島主 擔任現場的監督保鏢 成為小頭目 也就是神戶當地最大的黑組織了 專門管的就是什麼 港口的利益 再來 過了三年 他終於決定自己成立自己的幫會 就叫做 以他的名字 為什麼 為幫派的名字 叫山口組 但是你還是要隸屬於我們大島主底下 你不可以自立門戶 再過了十年 山口村吉他引退了 把棒子交給山口燈 很像我們台灣的 副船子的那樣子的 朝代的那樣子系統 OK 好 那交給了山口燈之後 1928年發生了更大的經濟危機 因為他們控制的港口的 那個什麼貨物進出對不對 可是經濟蕭條 他們已經沒有辦法交足夠的上納金 給大島主了 那這個時候呢 大島主就把山口主給掃地出門 這很嚴重 我把你掃出去之後 在路上我看到你山口主的人 我可以打你 你不能還手 因為你給的錢不夠 所以日本黑幫對於底下的 空欲跟要求非常的嚴苛 曾經有這種小頭目 因為繳不出上納軍 去跳海自殺的 所以這是很嚴格的一個制度 到了1930年 他們從什麼 我們剛才講的 從一個神戶的港口 壟斷港口的所有的進出利益 到什麼 到市場 再到市場裡面的賭攤 再發展成大型的賭場 再進入日本銀座歌舞祭丁 介入了日本演藝圈 所謂你在日本演藝圈 想紅當年一定要經過山口主的認可 這就是山口主慢慢慢慢的 一個發展的歷史 那到了1942年的時候 那個山口燈 它是第二代目 二代目 它在一次火兵中受傷 兩年之後去世 這個時候 太平洋戰爭也爆發了 對不對 所以所有邦會的活動都被迫停下來了 因為他們都上前線去了 上前線去了之後 在1945年 日本宣告戰敗的時候 你要知道 那個時候 當時日本最大的邦會 叫做黑龍會 當時美軍五星上將 麥克阿瑟 佔領軍的司令 他一到上了東京 就說這些黑幫組織全部解散 解散你說的容易 不容易 在即的軍人跟警察都不夠數目 戰死多少人 日本戰後的安定 要誰來穩定 美軍是做不來的 你知道嗎 1945年8月15日 戰敗的當天宣布戰敗 你知道這個時候 有兩個組織抬頭了 一個叫朝鮮幫 韓國人的 韓國人的 一個叫台灣幫 台灣人的 出頭了 你打敗了對不對 我們長期在你們的國家裡面 也是做奴工的對不對 當天晚上襲擊神護火車站 把所有開始 戰敗當天 所有東西配給 一個人 大人一天330克大米 330克而已 你怎麼吃得飽 對啊 朝鮮幫跟台灣幫 馬上把神護車站給佔下來了 然後而且勾結官方 你不要管 你們現在日本人 我跟你講 我現在打你 美軍都不會管 真的 麥克拉社將軍的首相 根本不管 日本人自己 在自己的領土上 被朝鮮人欺負 你知道嗎 他們不想管 他覺得這是小事 懶得理 日本警察那時候就在想 我們已經沒有辦法了 我們一定要尋求 黑幫勢力的介入 可是我剛才講的 大島主 黑龍會都視為了 只剩下誰 就是三口主 在二次大戰之後 三口主 是因為這樣的歷史機緣 而翻身跳起來 可以幫助穩定地方的勢力 所以當時朝鮮幫 已經說要攻什麼 要攻警察局了 嚇張到這個地步 在路上隨便打日本人 甚至輪流性侵日本婦女 你知道嗎 日本警察沒有辦法 所以私底下 拜託大家看 畫面上的三口主成員來幫忙 後來還是借助美軍的力量 麥克拉社將軍 終於眼睛睜開了 好他介入 這件事情 也就是說 三口主跟朝鮮幫的火拼 才沒有發生 所以總結 日本的黑幫勢力 能夠被政府承認 是有他的歷史背景的 三口主又再次要齊了 尤其三口主 再來整個晚上再翻掌的 最重要的一個頭目 是第三敗的頭目 田剛英雄 休息一下 來告訴你